为了配合政策促进花莲经济和观光 中华民国全国公务人协会高四南理事长 特别选定花莲县举办了第八届 第五次礼监事联席会议及环境教育活动 特别带领着协会的人员前来花莲进行参访 办理了活动消费协助振兴花莲观光产业 有效活络地方的经济 号称台湾的后花莲花莲是一个上面水秀度假养色的好地方 观光产业发展 但常年受到地震的影响 影响经济以及观光产业 尤其是今年的临市临山大地震 越市规模7.2 重创花莲经济交通一脉以及观光产业 中华民国全国公务人协会理事长高世南 更能够体会泄民的困苦 发挥人际经营的精神 主题响应政府号召前进花莲来观光 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第八届第五次 李建市联系汇报在花莲举办 除了李建市之外 也安排环境交易活动 让参与者有机会参访花莲的美景 并能够兼顾花莲经济的目的 记得欢迎华彩岛